一直一直有一個 一兩個網友 我可能會覺得這個很好笑 一直叫我姊姊 謝謝你陪我姊 貪心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兩個人要多暴容 不要 兩個人多暴容 然後因為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小S求救姊夫談大S 招禮彎P用餐禮一惡心 把氣回應 對你的吃飯禮物 都會有點走心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那個 發表言論的權利 可是每一個人也都有 不做回應的權利 以故作家李瑤的女兒 李彎前陣子列出漏漏等的12點 批評小S沒有吃飯禮儀 87個女兒也叫壞著 11號小S跟黃瑄出席活動 時高EQ回應此事件 對於女兒的感情發展 也是充滿愛與包容 我大女兒倒是有持續的很誠實 跟我講說 你覺得我到哪裡可以遇到帥哥 我要有刺青的 有點壞壞的 然後很會打架 我說你確定 我說你這個責偶的條件是對的嗎 她是迷黑暗榮耀裡面那個 色盲的那個男子 她說我媽她帥壁了 失敗了 給你們的敬愛令 想了他們也不會聽啊 個人就覺得 16歲有點純純的愛就OK 20歲這也太沒人性了吧 所以 如果 換衣 不大 What What 什麼可能啊 這事是男女啊 我覺得你 怎麼可能啊 你是說老大還是老二 還是老三 還好擔心 如果是10老三 我真的會去 我會進行很嚴重的訴訟喔 所以你有女朋友嗎對不對 所以 有懷孕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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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還沒啦 當然 所以是都在使用保險套上的 很方便多說 你又沒有偶包 你在這邊怕什麼啊 沒有 這件事情就是順其自然啊 有了一定會跟大家講啊 對啊 所以你有沒有在避孕嗎 就是 該做的事情會做 不該做的事情就不會讓它發生了 那到底是有沒有帶啊 一直一直有一個 一兩個網友 你會覺得這個很好笑 一直叫我 姐 哇 而且他們是很認真的問 姐夫 你什麼時候要出這個韓文單曲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真的 我一開始很認真的跟他們回 馬上就會有韓文單曲 我還可以跟他們看不笑 可是他們已經回到已經 哇 簡直是不能再更多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姐夫你什麼時候要再出寫真集 我好像覺得自己跟姐夫 有什麼不一樣的 各自的各式 各自的各式 我問這個會不會太認真 你還認真要 你還認真幫我看嗎 姐姐最近心情很心靈 還不可以嗎 我姐最近 怎麼心靈還好呢 你 我們上一班 其實我們一直在聊天 我們在談心的 謝謝你陪我姐 談心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兩個人要多包容 不要 兩個人多包容 然後因為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來 野狼 野狼 這個人 咦 呃 講到這麽就差不多了 多說多做了 不要再問了 網友們也不要再問了 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